一定要有意义 那么乐华众生 随即要修行 如是荣等众 乃能得见 如来华身 所以只要我们这个乐华 就是对佛法很快乐 乐华的众生 然后随教修行 随着这个教化 他能够去实际的实践 那么如是本众 乃能得见如来的华身 这样他就能够看到 我们佛训本体 如来华身 就是我们不生不美的佛训本体 那么能说华者 及文华者皆不可思议 我们要聊得说 能够说华 能够让人脱以苦海 那个叫说华 以及能够文华 能够听到 这个离开苦海的方法 皆不可思议 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撕 用我们嘴巴来问你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都很熟悉 不早有不早空 不早意有意空 不早会有为空 所以我们都很熟悉 不可思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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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